这只海塔抱着一背 熟练的在船尾磕了几下 然后一脸享受的吃着里面的美食 紧接着他又绕到船头 掏出第二个一背砸了几下 是有什么特殊寓意吗 并不是 他只是害怕被船老大发现 索要传奇的赔偿款罢了 可当他第三次过季重施时 还是跟船主人队上演了 而这次小海塔放清了动作 似乎在说自己没有很用力 旁边那些磨损跟他毫无关系 看见这负无辜的模样 吉姆被蒙的心都快化了 相比于计较修理费用 他更惊叹于海塔的聪明和灵性 五天前 海塔乌纱盖着他的幼崽 来到这片水域 在一众船老大里 挑中了性格温和 富有爱心的吉姆 将行家安置在了他的船物上 除来乍到 周围的一切都非常陌生 乌纱只能遵循本能 尝试着寻找安全感 他将绳子绕着身体缠了一圈又一圈 来模仿水澡覆盖的感觉 而当母女俩适应了新环境后 乌纱就忙活起了口粮问题 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全 他并没有离开太原 好在船物下资源丰富 乌纱刚下水就抓到了一只螃蟹 可就在他大坏朵鱼的时候 船物上的小海塔急了 他大声呼唤着母亲 甚至试图跳到水里 没办法 乌纱只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将他紧紧的搂在怀里 第一次下水 小海塔又紧张又兴奋 甚至想独自游上两圈 给妈妈表演一下 但乌纱知道 宝贝女儿现在还太脆弱了 一副流声就会呛水 所以他只能一遍又一遍 将顽皮的孩子拉回身边 而这也就意味着 他没办法下水捕食了 好在没一会儿 小海塔就折腾累了 靠在妈妈身上睡的香甜 乌纱便抓紧机会将他送回岸上 然后继续忙活着填饱肚子 时间一天天过去 乌纱就在捕食和照顾幼崽节来回奔波 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 而每天关怀这对可爱又温馨的母女 也成了寂寞生活的一部分 可他从来没想过驱逐他们 或者去打扰他们 这份难得的珍重和距离感 也换回了海塔的信任 母女俩会毫无防备的在他面前嬉戏 甚至慵懒的睡上一觉 但随着小海塔渐渐长大 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船屋下的食物快被吃光了 他们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觅食 但首先 乌纱需要教会女儿如何游泳 她抱着小海塔来到一片平静的海域 就这样一起游了几圈 然后将幼崽慢慢放下 自己负责在前面开路 小海塔晃晃悠悠的跟在后面 第一次独立游泳 小家伙没几分钟就坚持不住了 乌纱见状赶紧搂住女儿 将她抱到自己的肚皮上休息 等到母女俩返回船屋 害她妈妈也是累得够呛 可幼崽井里恢复得很快 没一会又吵着闹着 要妈妈陪她一起玩耍 乌纱忍知她摊在地上 蓝脸的身无可恋 却又不得不盯着熊孩子 以免她钻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 就这样经过几天训练 幼崽的体力有了明显增强 母女俩也找到一处绝佳的餐厅 这片海域是人类的水下养殖基地 因为平时会投放饲料 所以礁石上长满了海塔爱吃的贝雷 个头又大又肥 乌纱每次找到好东西 都会迫不及待地扶上海面与女儿分享 而且因为这里是近海 没有风浪也没有天敌 所以母女俩可以敞开了肚皮尽情吃 她们悠闲地泡在水里 啃着新鲜的螃蟹 听着海鸥的叫声 却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一百米外 这片海域的主人正在巡视领地 她是一只极其凶残的雄性海塔 在听到乌纱和女儿快乐的叫声后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入侵者驱赶出去 她将幼崽驱赶到角落 以此威胁海塔妈妈 而乌纱赶到后 立马将所有食物交了出去 希望能换回自己的孩子 她搂住慌乱的女儿 想赶紧逃跑 可那只熊海塔不依不饶地跟在身后 没办法 母女俩只能潜入水底 而这也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 乌纱和女儿同时出现 两天后 一只受伤严重的雌性海塔 当她赶到现场后 一眼就认出 躺在那里的镇室无杀 她趴在石台上面 嘴巴严重撕裂 看起来奄奄一息 很明显 她为了保护孩子 跟那只雄性海塔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但由于不如其体力不支 最终败在对方手下 她的女儿也不知所踪 现在镇值深秋 还水已经冷得有些刺骨 一只未成年的海塔宝宝 想要独自在野外生存下来 真的太难了 吉木正在船屋上 超远处不停眺望 似乎在期待着 某个小小的身影突然浮出海面 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那只小海塔真的出现了 她成功的在那场争斗中活了下来 可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那只雄性海塔 已经盯上了她 每次小家伙刚找到食物 就会被恶霸抢走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她迟早会步母亲的后尘 所以深冬的某个夜晚 又再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离开码头 去看远的水域碰碰运气 但外面的世界不比船物 狂风卷着海浪 足以吞噬一切 无依无靠的小海塔 很快就消失在了浪花之中 六个月后 乌莎恢复健康 被重新放回了港口 她依然喜欢在吉姆的船物侠徘徊 在她的身边晒太阳休息 只是吉姆越看越难受 因为这次只有乌莎孤零零的身影 她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女儿了 她也不再是一个母亲了 很快乌莎重新进入发情期 跟一只温柔的雄性海塔 离开了这片港口 最终 浩花游艇上只剩下吉姆一人 但她从来没有放弃 寻找小海塔的踪影 而某天傍晚 一个声音再次扣响了她的船头 这熟悉的节奏和位置 让吉姆立刻确定 是小海塔回来了 因为这种敲打方式 是母亲一手交给她的 她不仅继承了母亲的创造力 还扣着这种创造力 成功活了下来 虽然磨难让这对母女天歌一方 但海塔家族的智慧和坚强 将一直延续下去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